2018正开着大门迎接我们 现在的我心中依旧期许 却不像以前那么激动喜悦 归心依旧似见 却莫名多了份忐忑 现在的我越来越害怕过年 留所的是时间 增长的是年龄 身材开始走形 容貌开始变壮 而父母也更老了一些岁 皱纹开始变身 身体毛病也越来越多 现在的我越来越害怕过年 不是担心赚的钱养不起自己 也不是担心自己是否足够勤奋 而是害怕自己再努力 也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现在的我越来越害怕过年 担心的不是路程过于遥远 而是回家后的一切都物是人为 害怕的不是自己一无所成 而是辜负家乡亲人严厉的期盼 现在的我越来越害怕过年 小时候最期盼过年 因为可以一起吃饭拿压碎钱 现在每到过年 却担心本该团圆的桌上又少了一位 现在的我和时间奔跑 岁月是一把刀 一笔又一笔在我心上 留下深深浅浅的伤痕 可以生锈 却没办法回头 可以雕刻 却无法抹平生活的创伤 现在的我越来越害怕过年 担心一年的梦想又没有实现 许多的光阴 废致了金钱 现在的我 学会了接受 失去的越多 越知道 什么 是最可贵